最近我都在当接盘侠的活 而且都是那种令人恶心不好搞的盘 当然今天这一个也并不例外 这是一个闪迪的U盘 型号对应的是闪迪的C6 880 据说这个U盘之前是它的接口状坏了 然后盘主那边在当地随便找了一家维修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修好 上家说是这个U盘的主控没有识别到 并且更换过金正但依旧是无济于事 据说上家换的是24兆的金正 我记得这一个盘的金正用的应该是25兆的 如果真的换了24兆的金正 那肯定是不能识别的 咱们先给它通个电看一下吧 这个电流好像刚插进去的时候 能上去一点 然后又掉了 这个到底是短路还是换错金正以后的后遗症啊 咱们先拆开来研究一下 看它修过哪些地方 费了点功夫 我终于把这个U盘的外壳给它拆下来了 大概看了一下 这个U盘的接口 它确实是被修过啊 而且上面的焊盘也几乎都掉光了 金正这边上家应该是换过一个 然后看着不对 又把这个金正给它拆下来了 这个位置原本是桥接器的金正啊 就是对应主板上的这个芯片 因为U头这里断线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并不打算经过这个桥接器去读这个数据 就是接口 我并不打算给它修了 咱们就直接给它飞线一个SATA模式定义 来看一下里面的数据能不能读到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这个针线火给它做好了 咱们现在再来上电看一下 现在这一个电流是已经可以跑上来了 并且这一个蓝灯都亮了 而且也不会掉电 我估计刚才只是纯属的USB接口焊接的问题 咱们现在上机检查一下 先给它通个电 好的 现在这一个状态灯是已经亮起来了 进去看一下能不能访问到数据 OK 它的型号还有容量也成功识别到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重分配上区的报警啊 这个应该是坏块 咱们直接看一下上区 55AA是已经识别出来了 跳到最后一个 最后面也有数据啊 这就证明这个针线火做的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块海康威视的硬盘 硬盘我刚才上机检查过 它是可以读到这个颗粒ID 但是固件无法被加载到 这是一个群联的PS5012大主控 像后期还有E12S那种银色的小主控 固件无法加载 这个可能就要分情况进行考虑了 首先这个盘是群联封装的颗粒 再加上公版方案 这个主板其实是有通病的 就是在用着用着的时候 这个颗粒ID就突然暴毙掉了 或者是板层出现问题 另一种情况嘛 就是这个主控或者缓存这边发生了空汗 因为群联的这个盘底下是有这种白色透明胶水的 它不同于黑胶 平时看起来虽然老老实实的 但只要一工作起来 这个发热量一上去 它就会变软 然后具备有一定的流动性 遇到热胀冷缩的时候 它是有可能会把这一个芯片和板层之间顶出一些空隙的 虽然现在手术指针具备了 但是我暂时不考虑干它的主控 咱们先来干这个缓存进行一下保守治疗 毕竟现在只是固件无法被加载 固件加载不出来 跟缓存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而且现在颗粒ID至少第一位还可以识别到 万一这一个主控干完了 它的ID都没有了 那我就不好交差了 先给自己搭一个台阶 对了 刚才没有看上电电流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一个盘的上电电流是在0.33左右 正常来说 这一块盘上电以后 稳定的电流是在0.4到0.5之间的 刚才这一个供电我也测量过 它是不缺供电的 前后面的两个缓存 我已经给它拆掉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电流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电流还是跟刚才一样啊 咱们再把这两个缓存重置一遍 给它装回去看看 一眨眼的功夫 我又把这两个缓存给它干上去了 现在上电 这个电流是可以跑到0.39了 比刚才高那么一点点 咱们连机看一下吧 又试了一下 这个固件依旧是加载不上来啊 现在我不得不怀疑 这一个盘的颗粒是不是有问题了 我们再把这几个颗粒拆下来 单独测试一下 如果它的颗粒ID可以识别 那咱们就直接换一个主控板 如果它的颗粒ID识别不出来 那就只能收工了 颗粒这边我单独测试了一下 结果跟我预想的一样啊 有两片颗粒掉了一半的ID 也就是说这个盘的原始故障 可能就是缓存虚焊 再加上这一个颗粒坏了一半 既然是颗粒坏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到此为止了